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喜欢你 我要确定 你的心跳 和他是不是一样的呀 何警官居然用我教的方法 来跟我耍无赖啊 那个时候 他帮我逃了出来 我找了他好久 可是都没找到 我就拼命练习听心跳 我希望能通过心跳 把他给认出来 之前在火车上那次 我好像听见了 但我好像不是他 所以就这么错过了 何警官那么厉害 就算认不出是我 那现在也把我抓住了 我现在呢 已经无处可逃了 你要疏留我 那得听了才知道 你说不想看我委屈 不愿伤害我的期许 难道这事 你不是告诉我 人的心跳 都是六十到九十吗 你的心跳 怎么都快一百五了 呃 这人吧 心跳加速了 只有两个状态 呃 第一呢 就是病理性 但是 何警官把我照顾得那么好 我肯定没有病 另外一个呢 是生理性 就比如说 喝完酒啊 做完运动啊 或者情绪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啊 呃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还找这么多借口 你不就是喜欢我吗 而且还是超级喜欢的那种 还没表白就这么费酒 说那些乱七八糟的话干什么 哎呀 什么 怎么样 还不舒服吗 没有啊 别骗人 我都知道 快躺下 休息一会儿吧 还有 我也喜欢你 你好吗 不要 跟你说 不 ID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